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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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妈永远开玩笑给我买东西特别难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 要不就喜欢要不就不穿 所以安太特别尊重我 因为他们让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包括我滑雪这个龙服是自己设计的 明年我其实是非常期待我们明年的一幅合作 我们最近正在聊 我现在说不出来太多 但是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合作 好呀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像明年设计合作设计这个金融图案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那你是将这个文化传递到我们世界 不知道下一次你还是会像这次一样 以中国传统元素来作为一个设计影响吗 是 会 会有一个中国元素 嗯 好的 好的 嘻嘻 记者在《盛钢》媒体上 其实在《盛钢》上很多关于参加的一些分享 然后包括在《盛钢》期间的《盛钢》时上的舞台秀 对 那对于今天鞋的路程也特别好看 那对于今天的这一段路程 你有什么想给大家送好一些单品吗 我今天穿的这条 我特别喜欢这个袖子 你看这个袖子的形状是不是特别有趣 然后就有点抛起来的 然后有点艺术感 包括这个裤子这儿是切出来的 所以会有一个艺术感的和更立体的 那如果是这样 比如说上衣跟裤子 你选一件去就是作为单品 日常穿搭你会怎么样去搭铁场 就跟其他的衣服搭铁场 可以啊 我觉得这套衣服 袖子一定露出来 这个外面可以套一个Vest 然后这儿 对 保暖呗 然后再看看这几天比较冷 所以外面搭一个Vest 哪家 你能在你的世界上媒体上看到这个大屏幕 但我现在已经爆不出来了 所以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下一套必须更有趣更有风格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很期待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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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创造了一个新的 对打破了一个新的界限 两边的我也是唯一做两边的Double Quark 1440以上的动作 因为今年和去年比较有突破的是 就是有女孩开始做1440了 我今年冬天的时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女子做正华1440这个动作 Double Quark的 所以我在学反角的1620也是提高了自己的难度 但是也是促进了女子这个运动的成长和一起去分享 对 其实现在国内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滑雪这场运动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现场就是全民滑雪 你觉得这个跟你会有一定的关系 谢谢 我希望 谢谢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我有一点点关系吧 因为我当时现在已经四年前的时候 听说要中国要有三亿人上冰雪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又是我一下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因为很像我自己的这种目标 又特别特别高 大家刚听到的时候觉得完全不可能 但是你想想通过怎么样的方式 然后是谁去做我们怎么去促进这个 我们怎么提高这个滑雪和所有运动的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慢慢来 然后现在听说已经达到了还超过了 所以让我感觉非常非常荣幸 然后我一直从小目标永远是 让更多青少年们尤其是女孩们去接触冰雪 接触所有的运动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去促进自己的成长去分享这个运动 然后用这个运动作为一个交流方式 让她们去了解互相了解和了解其他的文化 所以我一直是这么去说 所以我希望通过电视上的比赛 或者通过网上的这些社交软件 希望朋友能去通过我去接触 这个一直是我最大的目标 那你觉得你作为新生戴的运动员 跟之前上一代的运动员在厂下 跟自己下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是有不同 因为我一直是想有一个 你不必须选择的这种想法吧 我喜欢时尚我也喜欢滑雪 我不必须选择 我其实我可以把它们融合起来 我可以带着安踏的自己设计的衣服 这个时尚感 带到滑雪上面 或者在拍时尚的时候 我可以带一个布床来 拍空中的这种感觉呀 或者翻跟头也可以把它作为时尚去拍 对吧 其实这个都有联系的 但是你可以去创造新的这些艺术的文化 所以对我来说都是艺术 那还有学习啊 还有健康的生活 对吧 美丽不是去不晒太阳 或者美丽不是恶性的瘦 美丽是健康 美丽是自信 这都是滑雪教的我这些东西 所以我能再去和大家去分享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想法吧 所以这些一个平衡的 一个健康的 一个自信的生活方式 通常之前你在赛场有吃包子啊 然后吃币有什么的行为 然后上一次也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说自己想吃北京烤鸭 然后也让大家觉得 哎 好像果然也有新的身份 直播博主是不是 然后呢 现在吃到北京烤鸭了吗 我吃到了 吃到了 吃到了很香 我还吃到了好几次 因为是这样 我说完以后 大家都看到了这些直播 看到了这些什么电视上采访 所以大家都觉得 艾琳想吃北京烤鸭 所以就连着一个礼拜 然后每次见到去 我看见你直播的时候 想吃这个呀 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已经享受的 所有美食都享受 我昨天晚上还吃油条了 晚上还能吃油条 而且炸的特别特别脆 就是有可能是我人生 吃过最好吃的油条 就又薄又脆 然后蘸那个甜甜的豆浆 嗯 绝了是吗 绝了 真绝了 那段时间就是除了北京烤鸭以外 然后又炒鸭以外 还有什么 有点 觉得还不错的零食或小吃 可以再分享一样给大家 哇可多了 可多了 可多了 Oh my god 我这个地区跟大家说 我那个 我前几天 谢谢 我前几天 去了南轮古巷 然后 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对吧 就是 对 所以我去那儿了 特别可爱 然后出去拐个弯 我已经三年在找蜜三刀 三年我跟你说 就一直在找 我驴打滚吃了 我这个什么 啊 黄豆 你想什么 啊 弯豆黄 对 我驴打滚 弯豆黄都吃了 我一直就在找我的蜜三刀 已经三年没吃了 我看见了 然后我还不敢多买 因为有的时候做的不太地道 或者不太好吃 所以我就买了三个 还买了一个糖耳朵 然后 完了以后 我吃了一个 我就说完了 我应该多买 因为是吃过最好吃的蜜三刀 里面是 有点 不全是干的 就里面还有点蜜的 这种 然后外面 香香 就是金色 然后上面 放的那个 小芝麻 烤肉烤得特别特别香 听到这样吃 你能听到我的热爱吗 我的这个就是非常 我特别热爱这件事情 我到时候那个什么 网上点一个 然后让它外卖 点个比三道外卖 我们就下单 OK 你有挑战过 比如说豆汁 或者说卤薯之类的吗 这种很有挑战性的食材 没有 豆汁和乌手是什么东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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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之前有看过您的采访 然后有说是因为您不出床 然后被妈妈骂 对 然后有说有没有其他会被妈妈骂 这个是我的秘密出来 为什么在采访 现在大家都知道 OKOK OK 有没有什么其他会被妈妈唠叨的点 被暴露出来了 啊 妈妈还有什么点 还有什么点 我这几天一直在自己学物理 就是自己就反而是学位 反正已经好像时间没上课了 我觉得想让脑子去动一动 所以我每天在学物理 然后我觉得我 我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向人 我是其实刚才说的比较自然的 比较内向 所以我就几个小时都行 自己一个人挺开心的 但是她就老敲门说 艾琳你别学物理了 我们出去玩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搞经验明》正好相反 大家想象中就是家长说 你必须学 然后想说我必须出去玩 但是我们这个是正好相反 因为我自己开开心心的去学习 然后她说我们出去玩 带一拨人出去玩 所以这几天 对我不跟他玩 他可能不太开心 那最近有去什么比较好玩的地方吗 我前几天去了故宫 然后我去了南河古巷 三里屯 然后还吃了那个好吃的 那么五张那个 哦对 你别再提了好吗 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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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问题就差不多结束 然后还有个小的游戏步骤 OK OK 我们有三个准备了 这个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我读的速度 就是 这个读的挺快的 我这么感觉挺好的 语文课 鸡格 满分 花青蛙叫呱呱 西瓜地里看西瓜 西瓜夸青蛙 贝贝花青蛙夸西瓜长得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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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一副了 太厉害了 来拍个来拍了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